大家好,我今天想跟大家說一說我一個親身經歷的神跡醫治 大約在三年前一個冬天,我就在房間的床上,躺在看電視 因為那時我想拔上一些張皮,那張皮很重的 我一拔就甩手,手指甲一下插在我的左眼那裡 當時是很痛的,痛到那種感覺就是長期有眼睫毛在你的眼中 那種感覺,就不停地流眼水 其實那三年前,我都沒有看醫生 我就一直想著,他會不會自己好,就等了三年 當然是沒有好到,其實那個痛的程度現在是減少了 但是每個禮拜都有幾天,例如不夠睡,或者不夠睡就眼乾,早上起床 或者我洗臉的時候,如果我觸到,輕輕插到,其實都會痛的 那種感覺就是有一堆眼睫毛在眼裡面的感覺 其實都是一直會痛的,我前一陣子就跟媽媽在那裡聊 我就說,糟了,我的眼睛這麼久還未好,想去看醫生 然後他就說,你死了,人越老,你的眼睛越乾 然後我就開始害怕了,那我來到業牧師這裡 那我就認識主耶穌多了,認識聖靈的工作多了 那我就嘗試,上個禮拜即時是8月13號 我們行常聚會之後,都會有個集體的討告 那集體討告的時候,我就自己在心裡面,求主耶穌去醫治我的眼睛 那當時其實是沒有任何事情發生的 那第二天,星期一,我又是行常地,星期一特別眼乾 那因為呢,星期一睡多了,星期一睡了五個小時起床 那眼是乾到爆的,那天呢,星期一很驚訝 我一起來就,嘩,為什麼眼睛不痛呢? 因為痛了三年,突然之間不痛,我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洗臉那天,咦,怎麼都不痛呢? 那我是很驚訝,我說,不是真的嗎? 不是真的醫好了嗎? 然後到第二天,星期二又是不夠睡了 因為我睡工很早起床到凌晨六點起床的 所以不夠睡是經常發生的 咦,第二天又沒有痛 到星期三,亦都沒有痛 那我就很開心,很感恩,我第一次經歷神職醫治 因為以前不懂得去求,亦都沒有親身去經歷過 那就很開心,分享了一個見證 那是主耶穌真的有聽我們的告 那我的分享是這麼多 我都不知道她眼睛痛了那麼久 她只不過早幾個月告訴我 她就說你要看醫生,很正路的 她都提我,為什麼不祈禱呢? 我現在想回,我第一件事叫她看醫生 她就不看了,不去看,不去看就有得去 她早幾天就告訴我,沒有痛,她的眼居然沒有痛 她說這麼企,沒有痛,她說她祈禱 我說,是的,為什麼我不為她的眼睛祈禱呢? 忘了我經常為人祈禱,忘了為女兒的眼睛祈禱 我說祈禱,不祈禱,主耶穌的眼睛 立即出現一個異象,就是耶穌吹她的眼睛 我就知道神是醫治了她,這幾天呢 我們要檢查,現在要檢查 我就一直問她,一天問,今天你的眼睛也不痛 第二天又問,你的眼睛也不痛 第三天又問,你的眼睛痛不痛 現在你的眼睛痛不痛,你現在的眼睛痛不痛 是否由那個討告開始到現在都不痛 多久了?七天 七天,我們很感謝神,三年來七天不痛 是很大的恩典,我們將人要歸給神 想聽清楚,你在聚會祈禱 那你是在家裡為祈禱,或是和祈禱嗎? 沒有啊,我自己祈禱,你就見到耶穌吹氣 我都未講完,主耶穌的眼睛立即出現了 感謝神,所以神去確認,神確認給你知道神醫治 是出醫神,感謝神醫治 著名字字幕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